这一盆金钱树过了一个冬就成了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金钱树它非常的怕冷 不过这个温度低于10摄氏度 它就很容易冻伤像这个样子 好在这一盆金钱树它比较的健壮 还有一些枝条还是活着的 所以现在我赶紧给它上盆 焕发它的活力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金钱树它是漏枝根又有这种快径 所以最好选择这种透气排水性非常好的盆来种 比如说泥盆陶盆紫砂盆 不要用太大太深的盆种 像我的这一个的话 我只要选择比现在的花盆大一号的就可以 我就选择这个口径16厘米的陶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刚刚有讲这个金钱树它是漏枝根又有这种快径 所以这个土的透气排水性一定要好 不要用这种太粘重容易板结的土来种 否则它就非常容易烂根 一般常用五份辅业土 两份田园土加三份粗沙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防捞土种 我在这个盆底垫了一层这个桃栗 想买这个土的花有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金钱树取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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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这个根 太强大了 都可以分开来 把这个酷死的根给它剪掉一些 再把这个酷死的叶子也给它剪掉去 这一个根的话全部烂掉了 这个烂根因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这个天气太冷了 还有就是它们全部挤在一起 太挤了 感觉这个里面都没多少土 全部都是根了 这个可能还有几个活根 这个等一下试试看吧 把它烂根剪掉 这个可能没用了 连这个快进这里都全部烂掉了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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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了没用了 这个没用了 看看这个 这个还是可以的 把这个酷死的根给它清掉 这样就处理好了 因为它们都有这个烂根 所以最好给它们泡一下这个 多菌磷和戴森猛心的这个混合液 稀释大概800倍 泡半个小时左右 泡了半个小时了 现在就把它们拿出来 把这个水分晾干再上盆 晾了两三个小时了 这个水分已经晾干了 现在就可以把它种下去了 给它拍一摊 给它拍一摊 种这个金钱树要种高一点 最好是把它的这个快进录一半出来 这样的话这个快进就更不容易烂 四周摁紧 因为这两颗种一盆的话太挤了 我就分成两个盆来种 这样就种好了 因为刚刚它有这个烂的根 泡过这个多菌磷了 就隔个几天再给它浇这个定针水 现在就把它们搬去化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缓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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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